昨天我在小视频里分享了我圣诞节送给家里每个人的一份特殊的礼物 我按照沙哈尔老师的幸福课上教给我们的感恩信的方法 给每个人写了一封感恩信 结果呢,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很多朋友啊,就说他们也想试一试 那今天呢,我就分享一下沙哈尔老师教给我们的感恩信的写法 以及我个人的一些经验 大家可以参考 给你关心的和关心你的人写一封信 朋友、家人、同事或者其他人 在信中,对这个人为你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 他们怎样帮助过你,或者还在继续帮助你 对你的影响等等 我在信中会具体地指出来 哪些事或者行为我要感谢他 举个小例子吧 我在给我小儿子的信中啊,我就指出来 他每天早上拉着我和爸爸去跑步 晚上还要一起做腹部练习 我感谢他帮助我达到了我2020年设置的减肥的目标 我很开心也很自豪 我更感谢他的毅力 他的坚持和带动我们家人一起运动的影响 他还拉着其他的几个同学 每天下午一起运动 带动了同学和他们的爸爸妈妈 当我把这一段念给孩子听时 他说,耶!